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俊傑 這是妳要愛的家人嗎 妳趕快 待會兒我再訪 俊傑 等一下 俊傑 妳現在是不是心情很不好 怎麼有 妳為什麼要這樣 我剛才看到 妳在研發社的外面 她一直站在那裡 妳不是很想要進妳 跟輝廷說幾個月 剛才我是剛才見過 妳請問妳一直站在那裡 可是我跟輝廷已經結束了 妳就不要跟別人太好 俊傑 妳怎麼真的對她放棄 我跟輝廷的事 跟公司 應該是沒有任何關係 在這裡 這是公司的 我們在公司討論輸出 不要討論這種問題 妳如果真的帶她分手 我怎麼不可以問妳幾個月 妳如果一萬萬回去再問 我要去哭了 我怎麼真的問一下 俊傑 妳等一下 我拜託妳 妳給我這個機會好嗎 我拜託妳的身體 我保證 我絕對不會變成妳的族 妳只要好好做妳的工作 我會幫妳走三天 我絕對 絕對不會變成妳的族 拜託妳 拜託妳好不... 妳放棄 可是我這次已經跟妳說過 我們是嚇壞了都不可能 我們是怎麼不可能 那是因為妳 那是沒辦法 自己的火神放棄的記憶 妳到底有什麼好 妳跟著說她的故事很天真 很溫柔 還不然這一次都是她的心機 她最愛嫁不夠再單純 來陪妳這些女婦人 妳跟她 好啦 妳不要再說 我跟慧玲都已經跟著我 誰知道妳到現在 她還要怎麼批評妳 罵她 雖然說工黨是很厲害 但是妳跟她說 妳千萬五湯太過分了 對 媽媽知道了 總經理 我是在想說 這間餐廳 在市區還有一段路 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餐廳的附近 賺一間房間 這樣俊傑 如果喝得太過水了 可以先去那裡休息 也會用的喔 那這樣俊傑 妳就能放心 比較乾燥嗎 好啦 這樣 再有課程安排 嗯 俊傑 這間餐廳的附近 妳剛好有一個飯店 我也有實在喔 待會兒就替妳訂一個房間 然後再請她 給我告訴妳 好啦 謝謝妳 請我看待 好啦 俊傑 妳帶我來辦公室 我還有一些事情要告訴妳 好 他們晚 不管要用什麼辦法 我一定要跟俊傑做 好 這樣她以後 就沒機會再把我送開 都做到這個地步了 這個時候 我吃也不能走 我吃也要 Roa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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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音应该是俊杰来啊